海巡署淡水海巡队今天上午10时区,在淡水河口陵海基线外约21里处,发现5艘没有船名的大陆机载游船越界,立刻广播令其停船受捡,但该船却蛇情抗拒,巡防艇便枪行登舰控制人船,押回台北港调查。 淡水海巡队副队长野西中说,台湾西北方海域常有海上非法游船出没,以便供应大陆渔船海上作业所需游料不及,透过海上博游交易,赚取价差利润。 这些不法分子专门利用无船名,无船政,无船及港的幽灵船舶,从事海上加油或走私台湾油品到对岸,若一两岸甲种船用柴油价差5至6元计算,大陆游船的吨位从100至400吨,约可装载200公柄柴油,一趟交易即可获利台币100万元,海巡署为断绝海上非法补给线,减少陆船越界违规作业。 今年强势执行护用专案,持续以铁湾手段加强驱离及扣流处分,提高西北海域巡逻密度,金贴查扣的运游船总吨位约200公吨,船上有5名船员,装载柴油200公柄,人船依法带返台北港调查,将依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42条侦办。 淡水海巡队在西北海域发现无名船游船越界,强制压返台北港调查。 涂淡水海巡队提供。 分享。 淡水海巡队在西北海域发现无名船游船越界,强制压返台北港调查。 涂淡水海巡队提供。 分享。 大陆市非洲猪瘟疫区,为防范疫情入侵,海巡队通报动植物防疫检疫局人员,登船全面消毒。 涂淡水海巡队提供。 分享。 分享。 分享。